四級一一二 這首歌比較早期 因為它的後背 稍微後背 韓德爾和巴克 實在太出名了 不是說它不聰明 但好像蓋過它一點 不過在英國有一間很出名的音樂學校 就是以它為命名 很難入的 Puzo 這首歌 你覺得有什麼特點 我們要先理解一下 首先它的結構 基本上每八個小節是一個樂段 既然是Round O 它屬於一個曲曲 曲曲曲 一開始頭八個小節是A段 這個主題不斷圓繞著 然後B段和C段 其實是透過一些轉調 甚至在一些 接奏音型上的改變 而作出變奏 但到最後最後 它都是在這個主題上 不過我聽起來也覺得 挺浪漫 感覺上好像很 霸卧的 霸卧的時候彈是要很 是很機械 還是很Romantic 這個詞 我們怎樣解釋 我們經常講的浪漫時期 浪漫主義就是十九世紀 例如蕭邦 布拉奧斯 Lis的那個年代 就是我們所指的浪漫時期 但是浪漫這個節目 都可以選一些 一個形容詞 溫情 可以這樣說 我們彈琴 除了要了解它的時代背景之後 其實我們都要賦予它生命 當然我們這樣做 不是亂來的 我們不是說 怎樣是怎樣的 作家就建議 Lifely 活潑這樣彈 你不可以令到它的和言 這麼單薄 你知道嗎 但是如果在我們實際的演奏當中 我們用今年的Modern Piano去彈 會不會加一些搭板 會令到它的音色更加豐富 亦都方便到你的足鍵演奏法 在聲音上面有更加多 可以做文章的地方 例如說 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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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哪種方法好些 我想各下就可以自己判斷 但是你問我的話 即使是断奏也好 你用Peddle 將音的共鳴 將它提起 其實會不會是一個更加 色彩的變化 會不會有更加多的可塑性呢 我認為 不過真的有兩個學校 因為我一次認識一個 英國的考官 他不是王家的 我問他彈琴 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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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dle 彈琴 他很斷言說 這不正合適的 style 不正合適的 period 但是說到厲害的 例如 俄羅斯四大越派之一 Samuel Feinberg 他的一套 Well Temper? 我記得某個銀势 櫻木會坐到我鄰面 他們說 他的音樂會員就不見了 我心想 當年是我第二次引入香港 我是第二個引入香港 但他們沒有了 我心想 有幾套 他不會賣給你 為什麼呢? 他怎麼彈呢? 就是用現代鋼琴的方法來彈 就像Pedra剛剛所說的風格 他有那本書 就有兩本 他有很厲害的弟子 馬桑羅夫 現在根本上是俄羅斯 不過剛剛死了幾年 也是獨佈天下 他都會這樣彈 所以有時候我不考慮 誰彈 喜歡哪個方法 我不敢說 我想你演繹一首歌 其實有很多方面要考慮 你的特品的運用是其中之一 他沒有叫你代表不可以 他沒有說不可以 現代音樂的作品上 你上去大廳去演奏的話 你會顯得太乾 過乾 而且他那時候應該都不是用 應該是用咖啡喀多 咖啡喀多可能有的 那時候1659 應該有Harticles 但我猜卡啡喀多可能 好像電子琴一樣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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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可能是 一些管風琴的作品呢 但當然他不是 他不會像Bassoni 那樣醒來的 他是Bassoni的遺風 我想在音樂歌曲裡面 很多學生都會彈到 很難這樣說 但他不是這樣 但我們要想一下 我們既然用現代的鋼琴去彈 其實呢 就 你反過來想 作曲家 如果你給他一部現代的鋼琴 他 他 會不會真的想你彈到這麼高 而且我認為如果你踩踏板的話 其實呢 即使你彈斷奏上面 和你 你以為他是連了 和不踩踏板的連音 各下自己 自己研究一下 我認為 我想有兩種Style 有些是喜歡Classical 有些是喜歡現代的演藝多一點 不過我想強調就是 如果你運用鋼琴的話 你要好小心 如果你踩太盡的話 就 劃苦不成反雷犬 所以呢 你要 你要 其實我是每一拍 會有一個 每一個大拍 會有一個 這個召喚 召喚 就是小姐 總共三個鋼琴 換句話說 我呢 我不是完全 根據左手的和弦 去換 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換兩下 兩拍 但實際上我是 因為我考慮到 上面那段 Scale 那個 共鳴 還有呢 我演奏的時候 我不是用 其實我的手指是用了 斷奏 你像 Star 或者敢說 愛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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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歷加圖 都好像 很多 只是很乾淨 如果在歷加圖的時候 腳踩重批道 就 很不得了 沒錯 我建議的答案就是 假設首四個小節 我建議 後面差不多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你純粹参考 我建议在这一开始 但你左手留意左手的音符的事实 尽量保持住 不可以单靠演音踏板去练习 不可以的 这样的话就不好 因为我们的踏板纯粹是更加共鸣 而不是帮你练习 所以在这一开始 这个一脚停 然后再换一个三角 然后再换 再换 再换 好,这个第三个小节 这个 不是 好,这个换 手拿起 让它阳起 当然没有不慢 又换了 换住 这个小心点 因为它有很多相近的音阶 但是这个是很强的 是很强的 但我不認為你一定要踩足 你可以在之間有少許的放開 主要是配合你右手主旋的腳 演奏articulation 演奏化大 所以在運用方面的確要小心一點 這個純粹舉個例子 就是這樣的 即是說這首歌其實難 應該不是很難 不過很多時候是不覺不覺的習慣 可能會顯得更加突出 例如你的pedal很大就很容易突出 但要很小心 還有很多時候我們彈八幅的東西 喜歡大聲一段小聲一段 那這個你怎麼看呢 其實它是這樣寫的 在這個訓譜上面 它有一些括弧的forte Maiso Piano and Forte 它是一個參考 即是作曲給本音的舞台寫在上面 那時候那些人都不太流行做這件事 我想都是classical 開始才會有FIP 不會仔細這麼麻煩 對我們演奏者很不方便 哈哈哈哈 不過我覺得用Carticode 你想看一聲都難 這樣說吧 我認為我們今時今日的演奏 演奏在國琴上面 你可以這樣去考慮一下 不過即使 within a passage裡面 你至女行間應該也有些分別在裡面 正如我 一般講話都是這樣 你吃了飯沒有 我可以很大聲地說出來 或者很細聲地說出來 但即使你很大聲或者很細聲地說 其實你若干之間 音節和節節之間是有些差別的 我個人建議都是頭一段 例如開頭一個 很明顯 一個很簡單的D小碟的爬音 我認為一開始 就不要看到F就 嘩嘩嘩嘩 嚇死人 可能有些人 其實都不錯 其實都不錯 但你留意一下 這個上升 這個上升 會佔強 然後呢 接著 轉了 接著 你的半拍 就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東西 它的步伐是更加短 少許的 就不要每個音的步伐都一樣 我認為會不會這樣聲音更好 短時直的音符可以稍微輕巧一點 然後去到 這個不好 這個C sharp 不會太重 我認為 你看看和弦 你看看結構 第三排 這個小句的結尾 我認為有這麼多好 你蹲地蹲一下 人間會有點害怕 我認為 後面那句 來聽聽聽 你看看 很漂亮 亦都是很簡單的和弦組合 你看看 所以這個 這個是一個重拍 還有一個百分音符 還有這個音域靈寫高一點 這個可以明朗一點 明亮一點 然後這個 稍微輕巧 到一邊 接著Bb 旁邊 接著 它的大的結構 是這樣的 這個屋的四條處是這樣的 然後裏面 要要做美一點 當然可以慢一點 但是也要離不開這項 插起 插起 我聽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定要強調一下 彈Bag有時很容易彈到 一是有過份浪漫 一是有過份mechanical 其實剛剛Patrick的示範就是 如何由一個結構 結構是說一些很硬的東西 但如何由這個結構變成一個藝術 當然大家不會 我想彈古典音樂的人都會說自己是mechanical 不會說自己是藝術的 你不會這麼說藝術這個字 但是我想在這個位置 如何結構和鋪排藝術 如何解釋出來令他彈得好 但這就是藝術 當然我不是說 先幫你戴頭盔 不是說你很有名 很厲害 不是 要不然這樣我會害你 但是 解釋到為何彈琴出來的這首 好聽 好聽 對於你剛才彈的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風格 但是離不開一件事 你對這個結構 就是要理解而後 你抓到陰節和致詞之間的重輕的關係 沒錯 而構成一個很漂亮的一棟建築物 要知道那個時代文藝復興 你知道西方中世紀的藝術 那個時代對建築軍情的平衡感 其實也是有一定的追求 不過我在這裡加一句 偉大的指揮家 每個人都是偉大的 薩拉迪巴茨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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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指揮什麼時候 Chissie Bidaki 沒錯 那他那時候說過 音樂是什麼 就是 怎樣把音樂的 關係 就在這裡 所以 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也有不同的看法 但也離不開這件事 不同的面對 主要是這樣 好 那這首歌有沒有很難的位置 要小心 我想 難的地方 其實我剛才都說了 其實那件事已經夠難的了 已經都 我們在練習的過程中 我都說了 我們藝術一定有批判性的思維 但不要過度 這樣 就 我們可以 我們做一些所謂 就是我們經常 很多國行老師都說 我們做大小聲 這樣說 當然我也會這樣說 但是呢 大小聲呢 你要想想怎樣去做 要經歷起退 要有說服力 剛才我這樣說 其實都是我個人的觀點 來的 那就謹供參考 然後就是 除此之外 我稍微想強調 就是可能你的左手 其實呢 我想很多人都會知道 你 剛才都說了 你的時直 你不可以靠padel去練 但即使你不用padel也好 你要 兩拍 然後你又換了 第三拍 由低音D 去過度到C音 但你上面的A音 不可以掉了 因為你聽一下 聽到好像沒什麼 好像沒什麼 但其實呢 你仔細點留意一下 其實是差一點 聽到可以 聽到 然後呢 五角去六角 因為你不敢保持中間的聲部的話 其實你的和言沒那麼飽滿 聽到好像沒什麼 但你比較之下 其實是差一點 你不是五角去六角 是一角 就是這樣說 不論什麼和言 你不是一定是一去五的 就是什麼都好 總之你那個和言 你要hold著的話 你才夠飽滿 這個要注意 是要練的 還有就注意呢 我個人建議就是中間的聲部 不要太重 可能稍微輕一點 你會不會讓你去修理一下 然後呢 你會看 你會看 一些吸進的音階 你可以將它連一起 一個句子 當一個大提琴 或者是中間聲音 或者是中提琴 是一種遊場的樂句 可以這樣理解 例如到25小節開始 另外一個新的樂段 我們可以視之為C段 ABACA 注意一下它 你看它和弦的框架也是 我只會把圍彈出來 留意一下它的腳 這個有點像伯克的 它不斷出現的C音 你不要 好像念經一樣 我建議這個竹鍵要小心一點 它是長音符 這個長音符 扔著它是短音符 然後這個就直彈短 這個 這個不要出重音 然後呢 扣成一個 好像一個樓梯一樣 再多一點 這首歌 我肯定有印象是四級歌是比較容易的 我覺得五級一個男老虎 四級都是容易過關的 我覺得這個是 就這樣看來 我想很多人都應付到的 我相信 沒錯 但是要再好一點的話 這些我認為就可以想一想一下 這個當然 當然有優秀平凡 所以為何要聽這個分析呢 我純粹個人意見 只是他所說 其實可以有很多表現 不同的接觸 他說Lively OK 可能有些真的會 都可以 或者 再用多一點點的答法 最重要是 你能夠呈現出一種建築物的 一個格式的 一個格格的味道 我認為 和我調音老師說的一樣 如何設定這三度 要平衡一個建築物感 最後一句 都是像Saradbass所說的 如何調整 其實調整到的都OK 別人有說服力就OK了 對不對 好 多謝大家 接著今天的分享 拜拜